世界日记新有报天天读 亲爱的朋友们好 我是淑婉 前年翻开各大报的时候 特别是在港媒的部分上 很多时候香港媒体的大报 外层还会有广告覆盖 还有很多媒体 他们在一个重要的周年庆的时候 也会把自己的一些样貌 展现在头版 但今天南华早报的头版 我们看到其实蛮吸引眼球的 蛮引人注意的 他用了一个大版面 全版是一个彩绘图 因为他们是进入了120周年 不同的媒体 在庆祝重要日子的时候 有不同的一个样貌 这也让我们思考到 在当今讯息这么爆炸的情况下 我们每一次所涉猎 收集讯息的广度跟幅度 其实无形中也行诉了 受众不同的一个 知识架构和价值观 我们先来一起做 今天的国际聚焦 在刚过个周末之后 来看大家最关注的 在中东的情势上 巴以的冲突后续上面 接续看到新岛日报 今天的标题是 以冲再炸加沙难民营 五十一死阿拉伯国家域 全面停火 美拒绝 明报标题 加沙再有难民营被炸 一周内第三个 而且现在情势是 哈马斯暂停疏散外籍人士 回应以军席了救护车 纽约时报呢 这里则是注意到 说以色列现在面临一个 很大的压力 就是在平民的死伤数字下 以色列呢 在近期特别是明知 有平民无辜百姓的情况下 仍旧是进行火力轰炸 耐民营在一周内第三个 也让以色列承受了 国际之间非常大的 一个舆论压力 而这个舆论压力的 这种炮火呢 甚至也波及到了 美国的身上 在这里看到 《大公报》标题 数千人白宫门前示威 反对援以 联合报 停以色列风向变 华府三十万人 上街挺巴 民报 称以立场反弹标 拜登连任天暗勇 特别在这一波的情势上 包括呢 以色列 美国现在呢 跟他谈判的 这个内塔尼亚胡政府 内塔尼亚胡自己本身 面临内部的这种 政治的压力 也是很大的 像现在呢 不但是欧美 各地我们看到 他这个停巴的舆论 因为变成了 对于以色列的同情呢 这声音已经小到 非常的微弱 而是对于呢 巴勒斯坦人民的一个现状 感到抗议的这个情况呢 连日以来 多个周末啊 这种抗议的声浪 威胁 都是呼吁美国呢 可以支持停火 但是美国现在的态度呢 某一个层面看 他也仍旧非常的强硬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上周都知道 他又要再去以色列 我们来看 今天信报标题 布林肯反对停火 因为他的理由 是由哈马斯借机重整 在访中东 据指战要求 指促乙军减平民伤亡 美国之音 阿拉伯盟国 与美国立场分歧 布林肯优全面停火 恐让哈马斯重新集结 这个是布林肯方面 所提到的 但是呢 阿拉伯的立场 仍然就是非常的清晰 停火指战 这与中国之前 所坚定的一个立场 也是一样的 停火指战 而且核心呢 就是说要两国方案 那么在布林肯 这次提到的 还是没有要停火的 一个情况下 但他其实是有跟以色列呢 在不断地去讨论 希望能不能暂时停火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何地去把这个人质 能够救援出来 即便是讨论的这样 但是据了解 以色列内塔尼亚乎政府 始终是不愿意 暂停停火的这件事情 然后在刚过去的周末 还有这样的一个行程 受到了关注 在外媒的一个报道上 因为其实很多也是引用外媒的一个报道 看到布林肯突然跑到 这个约旦河西岸的这个行程 都说是一个意外的一个会面 因为他和谁会面呢 他和在英国金融时报里面 形容是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 有人翻自治政府主席 那我们讲的是阿巴斯总统会面 布林肯跟阿巴斯总统会面 那么这个会面呢 在外国媒体的形容当中 都说是令人意外的 那看他呢说了什么呢 布林肯仿西岸间阿巴斯称 自治政府长远管加杀 但这个话里面呢 其实也是有很多可以思考的 你支持他长远管 但是一个什么样的管呢 所以在金融时报里面呢 这个标题甚至说布林肯认为 在后哈马斯时代 阿巴斯将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 仍旧是有他非常核心的一个作用 那当中就提到了 就说呢在这个支持 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阿巴斯 他们的自治政府呢 可以重新来掌理加杀 但是阿巴斯的立场也很坚持 他认为说唯有以色列停止武力 跟军事统治加杀地带 并且承认东耶路撒冷 是他们的首都 这样呢就是承认 他们的这个主权领土 这样才有真正的和平与安全 所以这两边谈归谈 但我们也看到有不同立场 可是美国已经在这个上头 动心起义了 那与此同时呢 以色列呢其实并没有很给 美国面子的感觉 因为他们呢现在来看 香港零说以色列爆发示威潮 看76%的民众 出内塔尼亚胡亚下台 在以色列当地也有政治学者表示 其实这样的情势呢 可能让以色列在对于美国 这种呼吁暂停的情况下 或许还或许会持续显得更强硬 因为他没办法给自己下台阶 连个早报看 据美要求内塔尼亚胡说 以色列人质获释前 临时停火 免谈 法广说 以军宣称 已将加沙地带一分为二 将实施重大打击 他的一分为二 是指分了南北两半部 所以呢 但现在呢 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下 可以看到 在以色列自己内部的 一个政治评论上面呢 包括以色列自己在场的 我们刚刚提到 他们一些政治学者呢 就表示说内塔尼亚胡其实在10月7号 这个事情发生之前 他们本身的政治威望 就已经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 是比较孱弱的 但是现在呢 是让他整个情况更往下走 因为大部分的人呢 在以色列内部也有爆发一些批评 甚至在内塔尼亚胡的官邸之前 也有人抗议 当然也有很多人为这10月7号 被杀害的这个人民呢 感到哀伤 与此同时呢 来看这是德黑兰的日报 提到的这一位部长 他说啊 这个当中是说 摇摇欲坠的以色列 却在这个时候 说要做核武的威胁 他们当中呢 就放了这一位 其实是以色列的国安部长 因为他提到 就说要对加沙 甚至进行核攻击 哇 这个一说出这样的一个话 舆论哗然 声称不排除武席 核武席加沙 所以他要受处分 法广说以色列极右翼部长 被内塔尼亚胡处分 这位极右翼部长呢 说的就是 刚刚说的国安部长 以色列的 但是呢 他同时也是一个极右翼的团体 叫做犹太力量 里面的一个成员 但我们要知道 内塔尼亚胡这次的上台 他也被视作是组成了 以色列历来最右翼 最偏激的一个政府 这些阁员也是他自己找的 那所以内塔尼亚胡 现在惩罚他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说让他 无限期的停止 他参加内阁会议 但内塔尼亚胡他现在是 组成了一个战争内阁 在媒体的采访当中还看到 说有不愿意具名的 以色列内阁官员表示 其实他们现在内阁 本来也就没有在开会 都是透过电话的方式 讯息联络 投票之后就决定要做什么 但他言下之意就是 内塔尼亚胡这样的一个惩罚 似乎不见得起的作用 《华尔街日报》呢 今天看到就是说 哈马斯正在建立的 一些武器的全方位呢 其实是受到伊朗如何如何的 这样的一个协助 那么近期这样的一个消息 包括巴勒斯坦 是否对于哈马斯 跟进的一个援助呢 主要也是让经济层面的话呢 则是就担心说 若伊朗借入 伊朗若借入以巴 油价破顶将成真 因为认为呢 照目前的情势看 如果要去重演 七零年代石油危机 最坏干扰情境 这个货真的机会 其实看起来是比较渺茫的 就因为呢 为什么 因为中东产油国 大部分还是需要 它一个石油的收益 近期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他们不断地在思考 甚至预言 如果会有最低 最中度的最坏打算 跟最严重的一个最坏打算 但是目前却觉得 因为在当前的情势下 中东产油国 也有他们的一个利益考量 所以恶化的情况 目前目前现阶段 看起来还不大 好 大公报 说吴国借医生撤离 民众追撤令人心碎 对 就是在加沙援助之后的一个心情 追车 这确实你用想到 比如说我们去采访的时候 也看到 就是像类似这样的情境发生 真的是心情会很难受 但中视新闻网看到 哈马斯干部地下隧道 不保护平民 那是联合国的责任 这一位呢 其实在外面有受到探讨了 他是哈马斯内部当中的一个高级干部 他在接受RT 今日俄罗斯采访的时候 因为主持人就问他 说你们在2007年开始挖的地道 因为长达50公里 为何不能用作加沙 平民躲避战争时的一个庇护所 结果呢 他可能回 他回答也非常直接 就说 他说加沙75%呢 是难民 保护他们是联合国的责任 但平民的无辜死伤 那则是以色列的责任 说那些隧道呢 是保护圣战组织的成员 所以这件事情呢 就让外界也看到 说哈马斯到底能不能代表 全体巴勒斯坦人民 妈啦 哈马斯不能代表 全体巴勒斯坦人民 甚至也不等于巴勒斯坦人民 这样的一个信息符号 好 再看的是传美欧与乌克兰商讨 对俄和谈 还有这个部分呢 当然泽连斯基否认了 纽约时报今天说 目前的这个战事胶着状态 正在考验着乌克兰内部的 一个信心 尤其是冬季来了 好 接续我们做国际速报 经济日报营造习拜会分为 中美三天两轮磋商 聚焦外交海洋事务议题 各表立场 这三天两轮的磋商 都在上个周末发生 上个上周发生的 到周末 明报这里提说会前 习拜会前凭接触 中美维也纳也磋商外交政策 另外美国之音说 旧金山习拜会美中或就个别议题 达成交易性共识 我们会注意到 近期只要中美之间有一些接触 普遍都会被认定的是旧金山 这中美两国元首 可能再一次 可能的面对面会面之前 的一些风向标 但尽管如此 还是有很多的是猜测性的 美国之音这一篇 也是在访问了很多智库学者之后 试图兜出 可能这一次 如果大家要有更实际的话 有一些交易性的共识 可能会在哪些层面当中举了几个例子 比如说最重要的是台湾问题 再来是南海问题 还有芯片问题 另外就还有芬太尼合作的问题 另外就是现在巴以的情势 跟俄乌方面的情势 这几块是被认为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另外华尔街日报联合早报 我们来看说桥水创办人 美对华科技限制 与二战对日石油禁运相似 这华尔街日报这边是提到 他当然这是一个最大的对冲基金 亿万富翁 他提到这整个情况很相像 而且他也注意到 中美各自目前内部 都面临一个政治斗争的情势 希望能够让步调更统一 他担忧说其实是否都有在为战争做准备 还有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 要退出中国 已决定关闭在华业务 金融时报跟Blomber做了关注 但是Blomber这里提到的 是指蚂蚁金服最近的重组 监管部门也在研究 与此同时他也提到像是有一些华润 他旗下的一些股份的一个变动 也是否出让 也是受到报道 世界日报 拜登每周不必选择债务外交 Blomber也是这么说 然后有分析认为说是 拜登这个言下之意 当然又在剑指中国了 但是美国能给的是什么呢 是否口惠而实不至 另外再看这是一个外交的讨论 先看这个路透社 在英国这一次开AI的大峰会 结果呢 因为在大合照上呢 没有看到中方代表 所以媒体也做了关注 英国的路透社呢 就猜测说因为英国的副首相杜永敦呢 他对华不太友善 认为知不同道不合不需要参加 但是呢也有分析 美国英国媒体也认为 可能是中方呢 其实本身对会议他们也有自己 也有自己的意见 但无论如何苏纳克被媒体追得很凶 英国的媒体追他到底怎么回事的时候 苏纳克的表示 是说他这一次的峰会基本的成功性呢 已经达到了 因为中国的代表仍是有出席 他话说得比较四平八稳 另外我们看新加坡 李显龙宣布 一年内交棒黄巡才 黄巡才呢 现在是海基民报 也提到明年交棒联合早报 下届大选前 这个呢是第四代的领导团队 排名为首的 就是现在的副总理兼财长黄巡才 今年五十岁 李显龙呢 是在刚过的周日 因为执政的人民行动党 他开了一个大会 说可能最快呢 在明年十一月 他们党做七十周年庆之前 做一个交棒 也认为黄巡才呢 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之后 这个领导班只要一年的时间 去布局最迟 2025年11月所要举行的个大选 新加坡的政治人士就分析 对于黄巡才来讲 要做得稳 要挑战大选之后 取得自己的授权 是一个关键 强吻德国外长惹争议 克罗地亚外长道歉言不由衷 不知 他说不知有什么问题 我们看到外媒 包括美国政治新闻网站都分析 当然了 我们透过影像来看 因为欧盟开完会 大家拍合照 这位克罗地亚外长 突然间把脸就凑向了 脸其实当时影像看到的是要对嘴 结果德国外长立刻把脸撇过去 只亲到脸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引起了讨论是否符合外交礼仪 当然我们知道西方 有的时候亲吻是一种外交礼仪 但是这个部分也是有一个底线的 还有西非国家 几内亚重枪手 劫狱掩鱼前军头 当局追砌数小时 三半再度落网 因为这个事情引起警觉的是 是否又要再发生一次 军事政变的一个前兆 但是现在当地的政府表示 并没有说已经控制住局面 中澳关系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也开启访华行程 那么这个礼拜天也正是第六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正式敲锣启动的日子 那么阿尔巴尼斯 他在句词的时候呢 是成为了外国领袖上台的首位 而这次进博会呢 是由国务院总理李强做句词 国家主席习近平有致信 也提到了中国的大市场 是面向世界开放的 那么在世界开放的步调当中 阿尔巴尼斯此行前来 他自己提到说自身利益出发 与华接触必要实持意见 那他呢这一次呢 在参加进博会之前 因为中方也有一个欢迎晚宴 阿尔巴尼斯呢 在这一次也提到说 在与中国方面是务实合作 可以合作的地方合作 但是在一些必要的地方 可能还是会坚持 自己不同的意见 有翻译叫旗见或意见等等 但都是要从国家利益出发 然后在信报的社评当中 提到中澳关系回暖持续可期 贸易归贸易 就怕美国干预 文中分析 我们要看澳大利亚他的情况 他的总体上呢 我们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 让他整个政策根本性 就是亲美的这个根本性改变 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阿尔巴尼斯身为7年来 首次访华的澳大利亚总理 连阿尔巴尼斯都说 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大家关注到他在访华之前 他去了美国见了拜登 拜登还提到说 对澳大利亚要有事迹型的支持 但是面对这么样的甜言蜜语 要注意到阿尔巴尼斯当时 当面对拜登所说的一段话 耐人寻味 他说美澳两国伙伴关系的灵魂 不在于他们自己共同的敌人 而在于对于共同关系的承诺 所以认为呢 以贸易为一个务实的手段 促进双边的一个务实发展 就是接续发展路线的一个核心 与此同时阿尔巴尼斯这次访华也提到 在澳大利亚 他们的两头大熊猫 在向中国租借的大熊猫 王王还有福尼 也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留在澳大利亚 大熊猫象征有爱团结和和平 这一次呢 再看信报 就是中国的这个纪检监查的官网 先看官网 它的标题是 深入调查研究推动防范化解 对外工作领域风险 信报标题纪检称 外交干部被策犯风险高 这个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驻中央外办纪检监查组 组长张继文 在刚过的这个周末 他有一篇撰文 撰文就指出 相关的在这个部分领域呢 要注意的事项 也希望能够唱深化思想教育 在这个部分 明报 经济日报 信报 在港报呢 今天都共同关注 有关于美方议员跨党派 他们要提出一个动议 要对49名的香港法官做出制裁 原因是认为他侵犯人权 此事呢 在香港呢 也引起了很大的抨击 明报说中方赤美 制裁恐吓 刘兆佳司法受阻 或逼中央介入 信报标题 中央港官平美议员 如胖虎黑社会 特首制裁野蛮 团体美领馆抗议 经济日报 美制裁剑指离职音案 今有终极杀招 这个部分啊 看哦 这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 香港很多个团体呢 在他们也做出一个抗议 认为美国太过把这个黑手啊 深入中国内地跟香港的事物 所以现在呢 就在探讨刘兆佳 是全国港澳研究会的一个顾问 他就提到说 这件事情呢 我们要看接续的情绪 如果说在香港 如果没有办法呢 更好的去以国安法 去做审理案件的话 那么在国安法当中 他提到港区国安法第55条 这个情况呢 就是说香港难以正常审讯 重大国安案件 不排除逼中央出手 这个港区国安法的第55条 将案件交内地处理 接续是看的是经济脉动 信报今天头版标题说 内地监管高层赴港峰会物外资 另外是证券时报跟南华早报呢 南华早报这里是关注到 在交易方面的一些重大的一个改变 不同的方式 说呢 现在中央银行所发行的 数字版法定货币 越来越受到关注 因为认为它的波动性 比这种加密货币还要小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中央银行跟储备银行的 这个资金的帮助 以及之前呢 我们看到的央行数字研究所的 所长穆长尊上个礼拜 在香港这里参加活动的时候 他就提到 因为现在呢 也在对于货币整个架构核心 包括私营的这个方面 有做出一些重大技术的研究 甚至是突破 所以这次香港又再办一次金融的高峰会 内地的监管的高层来香港 是因为香港在面对外资的方面 他也是一个很好的超级联系人 而且大家在资金选求的部分会不同 所以等于说呢 两边一起同心 面对外资上可以做直接 直接的一个问答 在台湾这个看起来 已经很像歹系脱棚的蓝白河的情况 侯克看似乎 让整合时濒临破局 另外中国时报 有社论跟渔情瞭望 说蓝白若火车对撞 两党同归于尽 以及急死太监的蓝白河 这当中就提到 因为最近 这个蓝白河两边在 旁边的人声音意见太多了 多到大家都不知道 到底柯文哲跟侯友宜 自己本身是如何 而且要注意到一个情况 现在呢 是两边的支持者 彼此都没有耐性 并且要把怨气 发在对方的一个身上 蓝白河若破局 各自努力的成果 或许已经可以预见 接下来我们做中华速报 好 明报 政权时报都看 一月内五地换省委副书记 以及改革加速 多地省联社接连换帅 说70后加速补位 信报公航原副航长张红利 违法受查 以及浙江建设前董事长 违继主动投案 美国之音 明报21世纪经济报道 讲到人口 国家卫健委将进一步 推进人口政策不断优化 以及明报这里 中国人口负增长 要持续到下世纪 美国之音 看中国启动了 全国人口抽样调查 寻求阻止生育率持续下降 都是为了人口呢 未雨绸缪 当然也伤透了脑筋 年轻人逛商场 只去B1B2 就是楼下一层 地下第一层 第二层 吃得有多 玩也多 关键是便宜 所以也提到了说 这个参加团队 团体消费的一个趋向 信报这个一个分析 说光逛商场只去B1B2 这个代表了什么呢 因为B1B2大部分都是一些超市 还有是一些美食 美食区 还有一些呢 物美价廉的一些货品 年轻人来了之后 他可能很少逛上头 一些比较知名品牌 当中也分析 因为一些知名的品牌 他们或许有固定客源 那所以呢 可能生意上 也不太会受到影响 但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可能让现在 正在进行的一些百货业呢 也要重新思考 他们一个生意经营的方向 因为会发觉是极端 最贵的不用担心 这个物美价廉的 这个部分有人 但在中间不上不下的 是遭受到 比较大的一个冲击的 好 首次新闻 记者职业资格考试举行 我们看到新华社世界日报 还有台湾的中天新闻关注 他说因为这个首重 这个提到 当然首重大家一个政治 政治方面的这一种情况 然后所以呢 考试的题目 这就被认为政治素养 是考试排名第一的要素 所以就是考题 习司长也入了题库 上海长沙静面因标四倍 内地已与新冠有关 以及明报 解封后静面因增三倍 研究或与染疫有关 这个是上海交通大学 跟同济大学的研究团队 他们在本月二号呢 出版的新英伦 医学杂志发表研究论文 说中国呢 取消新冠清零政策前后的 取消之后的前七个月 透过超声确认 静面人BB呢 是过往九年 平均的至少三 甚至要接近四倍 所以认为呢 这都跟染疫有关 这个静面人BB的意思 就是在内脏的部分 它的器官呢 与正常的位置 是不一样相异的 像照镜子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不同的相对位置 但是这样一个呢 先天性的罕见病 发病率只有0.01% 到目前为止 发病的原因也不明 但是这么样的一个 科学研究呢 在这个时候认为 被与染疫有关 那引起了后续的一些探讨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是在东京 东京这是一个武士 这是一个武士的垃圾收集者 我们看垃圾收集者 怎么会有武士的团队 原来呢 这是日本 他们这是以舞台剧的方式 这个武士团啊 听说每周三次上街头 会以戏剧化的方式 来处理垃圾 意思是在提醒人们 要注重环保意识